你说啊 你现在找到了一只好的潜力股 然后狠狠地赚了一笔 实现了财务自由 是不是一件非常爽 那样才能找到一只靠谱的潜力股 废话上说我们赶紧开始 其实找潜力股 核心无非就是找到一个 长期盈利能力好的公司 分析的框架 方法指标又非常多 但它的本质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小令总结呢 就叫核心三加一 三就是指三个量化指标 一就是指一个非量化的定性指标 这四类指标是要一起考量的 其实我在想啊 我们选公司 就感觉有点像这个老丈母娘在挑女婿 你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老丈母娘一来了 先问说 哎小伙子呀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工资收入怎么样的呀 你看啊 一上来植入主题问收入 其实我们挑公司也一样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先看收入 这就是咱们要说的第一个指标 这个公司的盈利能力 最简单呢 衡量盈利能力的一些数字 比如毛利率 净利率 营业利率等等 如果就挑一个看啊 其实我们最多看的是净利润率 也就是用这个企业的净利润比上它的风险 那你说这么一个风险又低 利润率又高的公司 投资者怎么能不喜欢呢 那到底多少是好多少是差呢 不同行业因为它运营模式不一样 所以净利润率的差别会很大 再看这个数字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它跟行业平均或者同类型的公司去做比较才有价值 比如说A股和美股 所有公司大致的净利润率是在5%到10%之间 但是对于像金融啊 芯片 软件 烟草 医药等等这些行业 净利润率能达到十大几 甚至20%以上 因为很重要 所以在一般的这种股票分析的软件网站上都能找得到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试一试 看看自己感兴趣的那些股票 这个数字到底怎么样 比如说贵州茅台 当然只举个例子 不是说给大家推荐这只股票 这个股票的财务数据 你就能看到最新的2021年的中报 它的利润率高达50%啊 你看是不是跟小莉奶茶店一样 再比如说像苹果公司 它的净利润率有25% 很多竞争对手都在各位数挣扎 你说在一个竞争这么激烈的行业里边 这个数字得有多么可怕 虽然很多人吐槽 东西又贵怎么样 但是干不着就是有人买 但反过来呢 假设有个公司 口碑形象品牌做的都奔好 但是就是不赚钱 那做个消费者 你肯定呱呱叫好就去买了 但是作为一个投资者 你可一定要谨慎三思 还有一点要注意 就是很多高速成长期的公司 就比如很多互联网公司 因为要迅速扩张 有的时候就砸钱补贴 或者研发拓展用户 像这种情况下 他们的净利润很可能就是负的 那有些人就问了 你说他净利润是负的 那净利润率就是负的 那这些公司发展也很快也很强 那我们就不看不买了吗 当然不是 所以说你脑子得动 不能光看着那个东西就认死理 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们可以看毛利润率 就是那种扣去了 所有直接成本下的利润率 去进行比较 好我们看完了盈利能力 那接下来该看什么呢 是不是就想到了 丈母娘要问什么呢 问完你赚多少 下一个问题就来了 小伙子有房吗 有车吗 哦那这个房子和车子 是贷款买的吗 如果发现你资产没多少 贷款借款一大堆 那丈母娘这眉头 肯定就皱起来了 其实说白了 就是看你的资产状况如何 对应的呢 就是这个公司的财务健康 健康指标嘛 它高不一定说明 你有多优秀 但是要是低 那肯定不行 非常危险 所以这个数据 一定得留个心眼 最常见的一个指标 就叫做流动比率 Current Ratio 算法也很直观 用流动资产 除以流动负债 你想越大 就说明资产越多嘛 就说明它的流动资金 越充足 那财务健康状况 就比较好 如果小于1 那就说明你可能 这个公司一年之内 就要资不抵债了 所以呢 选的时候 大于1是必须的 一般来讲 我们建议大于1.5 好 我们确认了一个男人 上面两个数据都还不错 既能赚钱 财务又比较健康 可以啊 人类高质量男性 下面我很关心的一个点 就是这个男人 在婚恋市场当中的热度怎么样 优秀的男人 都不愁找女朋友 但是呢 你又不希望他身边这种 哗哗草草太多 类比到股市里也一样 我们不想找那种 被炒的价格过高的股票 这说到一个非常优秀的观念 就是好的公司 不一定等于好的股票 上面那两个指标 我们看 这公司还不错 如果是个好公司 我们希望在一个合理的价格买 最常见的一个指标 就是PE值适应率 股价除以净利润 基本上呢 可以把它理解成 我们抛开折线 各种乱七八糟因素不说 多少年 能把股价给转回来 PE值越低 就说明相对来讲 就股价越便宜 不过还是那句话 不同行业差别很大 所以其实是不可比的 就比如说 还是回到那个例子 很多高增长互联网公司 那个E都是负的 所以你看那个PE 其实没什么价值 好 我们说完了这些能用数字衡量的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 这个不能用数字衡量 就是三加一那个一 非两化的指标 这个可能比我们 刚才提到那些数字更重要 所以你要好好听 那就是这个公司的护城河 有的时候你可以叫它门槛 核心竞争力比较优势 意思就是说 如果一个商业模式 被验证了赚钱之后 那另一个公司 是不是很容易就可以学你 很容易就能超过你 你怎么能立于不败之地 比如说举个例子 小猎奶茶店 最近推出了一款珍珠奶茶 它叫辣椒珍珠奶茶 就那个珍珠里边 还都带辣椒芯的 既好吃又特别刺激 你还可以拿它去恶作剧别人 拿在市场上就屈指若鹜 大家都来买 你以为小林就找到了 绝世法宝吗 其实并不是 你想啊 如果这个珍珠很好做 老王奶茶店也可以做 老李奶茶店也可以做 大家如果都推出了 同款珍珠奶茶 那最后不得不就回到价格站了 虽然你发明了个 很优秀的产品 但是这并不是你的护城河 如果聪明的小林 给他的辣椒面珍珠奶茶 申请了一个专利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老王老李 谁要想做 拿专利费来 这样呢 你就构建起来了 一个强大的护城河 因为别人就在进步来了 之后就可以躺着赚钱了 讲这么大一秃鲁 就是想说一个强大的护城河 对于公司长期盈利 是至关重要的 一般常见的护城河 有这么几类 你也可以看看 你看好那些公司 有没有这些门槛 这些特征 或者是他自己独有的 一些护城河 第一个 就跟刚我们说 零售行业里 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护城河 就商品 它已经不仅仅是商品本身了 这个品牌赋予了 它额外独特的价值 就说我就要爱马仕 我就要开法拉利 我就要喝拉费 就算它价格 比其他产品要高一倍 就算它逐年在涨价 就算别的产品 都疯狂促销打折 你就是要买它 拿它送人呢 人家也认爱也领情 这就是品牌的效应 好我们再来一个 另一个极强的护城河 就是网络效应 当你的产品 达到了一定规模之后 它就可以自发的往上涨 这就形成了极强的护城河 比如说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微信 你说它的核心功能 就是通信聊天 你说这么个APP 其实那些各大巨头 都能做一个 但是你在想找通讯APP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下别的 就下微信 因为大家都在用微信 你下了别的 你跟谁聊 那这个网络效应 就是微信很强的一个护城河 再比如咱们看视频平台 因为有创作者上传 用户在这看 有更多的用户 就有更多的创作者 所以这种最常见的 就是互联网 或者平台类型的公司 这种类型的业务 它有点类似于赢者全拿 就是说老大能占到 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的市场份额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看到很多平台类的公司 在最开始 还在资本的推动下 砸钱买广告 补贴拉用户 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 我们叫用户粘性 有的时候叫做转换成本 大致意思说 就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 我用一个东西 倒也不是因为这个东西 就比别的东西好多少 就是因为我用习惯了 我也懒得换 但这样对于公司来讲 一旦公司它拉着你 它货客了 你就懒得换了 那对于公司来讲 就是一个长期稳定的收入了 那这就是护城河 这护城河相对来讲 就弱一点 比如说你选那种 电话卡运营商 家里选的WiFi 或者你用一些信用卡 你说要换个电话卡 多麻烦 所以大多数情况下 只要用着还行 我也懒得货币三家 我就用下去了 这一类的公司 一开始会下血本 信用户优惠 拉你上船 健身卡美容卡 最开始的时候 会给你很高的一个优惠 还有很多租房的小伙伴 第一年 租一年送三个月 之后就没有这个好事了 再有一些 就是非常显而易见 大家一看就明白的那种 就比如说你有独特的专利技术 像拉西尔奶茶那种 或者是限量 批准难度很高的牌照 或者是高昂的 初期投入成本等等 多话说回来 你要想真正看懂 这个护城河还真不容易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说你要挑一个 自己熟悉的行业 能看懂这个公司 是怎么运营怎么赚钱的 不然你也不知道 这个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到底是什么 那就只能人云亦云 等着被割韭菜